社主播畫面中身穿外套頭戴毛帽的 就是60歲外號魔鬼的 意大利西西里黑手黨頭目德納羅 他逃亡躲藏長達30年 意大利警方終於將他逮捕歸案 整個逮捕過程有如電影情節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德納羅是在西西里島 首府巴勒摩的一間私人醫院落網 警方早就掌握到他常常到這邊來看病治療 前一晚連夜秘密部署進住院區 布下天羅帝王 在16日他就醫的時候將他收網逮捕 警方甚至還得派人保護其他的病患 以免傷及無辜 德納羅落網之後 當地民眾兴高采烈 還向警方鼓掌致意 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是意大利的頭號通緝犯 1992年的時候 他涉嫌謀殺兩名掃蕩黑手黨的檢察官 從那時候起他亡命天涯 30年來陸續犯下佛羅倫斯 羅馬以及米蘭的炸彈攻擊 造成10人死亡 身上背負了好幾條無奇徒刑罪名 外城他一直有金主接印 過著非常奢華的生活 直到去年9月還對其他的手下發號施令 如今總算落網 也讓義大利的掃黑行動立下里程碑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的最近情形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